我们湖南人在吃辣这块还没服过谁 你不服可以挑战一下我们的鞭台了 这一车鱼有1200多条鱼 八两到一斤的鲤鱼 这个鱼的生长周期比较慢 一年才能长到八两左右 它那长这么慢 对 因为什么呢 它没有用那种过多的生长鱼 主要生长树的鲤鱼 它都是用的穀物啊 玉米啊这些 所以它就长得慢一点 外地的鱼能不能用 那也不行 因为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洞庭湖地区本来就是鱼米之乡 它这个地方的鱼米 它本来就是因为水质 因为气候的问题 其他地方的鱼来做我们这个产品 是不行的 这是今天的一大车鱼到了 看见没 我们这里的鱼 它都是经过人工精心挑选 每个鱼都是差不多大 大的不行 小的不行 必须要这么大 一年生长期的 一次你得考多少 一个烤房可以推进五台 烤六千条鱼 这得烤多少 这个烤要烤22个小时 这要腌制18个小时 每一条都用那种天然的香料去腌制过 我们的味道都已经生进去了 所以没有鱼腥味 所以为什么很多客户说我们的鱼没有鱼腥味 为什么别人家有 它并不是简单的用鲜腌制的 蜜制的香料 它这清洗好了是吧 对 这是清洗过了的 现在就是最后一步了 然后我们摆好以后再烤箱上架 烤三里 每台设备是30多万的倒架 鱼腿进去以后 22个小时里面需要经过高温低温 超高温来把它烘制成干 它这一条一条的都是贴这个骨头 我们撕出来的话 跟那个手势牛肉是一样的 一条一条 鱼就是我们烤了24个小时之后的这种干鱼 我们现在要把它进行卤制 我们这个鱼一般的师傅 要学三个月才能亲自操作 不然我们这一锅鱼就废了 我们这个老鱼是湖南天花板级别的 咱们传承了十几年的 酱板鱼的回锅率这么高 就是靠这盆老鲁 这个里面要煮两个多小时 像这一锅鱼 跟一个柱子一样 采饮长江水又食五汤鱼 就是这个五汤鱼 我们用五汤鱼做银酱板鱼 经常吃的本地吃的喝辣 咱们为了照顾全国的朋友 也做了一个威了 这个鱼 你不服可以挑战下我们的变态了